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第三個part 我必須跟各位承認 這很多會牽扯到很多的電子學 或是物理的方面 我也沒辦法理解到這麼深 但是我只能告訴你 我所理解的程度去理解它就可以 但是以我這樣的狀態 我還是可以用這些型號 已經用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先 大概了解到這種程度 如果你還是希望可以了解到更深 我可以去問專家 我也認識專家 然後我可以 所以我歡迎你問出任何的問題 然後我是非常容易被問的 但是你只要問問題 我就負責去幫你找出來的答案 好嗎 好 但是你要讓我聽得懂的問題 對 沒有 OK 好 那第三個part 我們再介紹另外兩個 Super Resolution Microscopy 其實一個是SIM 一個是Expansion Microscopy 最後再講它的應用是有哪些 OK 那這個SIM 它是Structural Illumination Microscopy 它基本上是要用一個概念 叫摩爾波紋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摩爾波紋呢 很容易耗發在一個 如果已經有很多的 這個非常密集的這樣子 一個柵欄的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在拍照的時候 它這樣子橫跨過去的時候呢 兩個這樣子柵欄的圖案 疊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非常固定的 高對比的一個影像 OK 然後究竟這長久下來的研究 它已經有非常多的數學模型 已經告訴我們怎麼樣的波紋疊在一起 它就會成像 原本它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你什麼樣的柵欄 這上面見得是怎麼樣 你在這上面的話 它會產出出什麼樣的這些圖案 都已經可以預測出來 OK 所以你今天只要拿一個柵欄 去放在你的Sample上面 然後去不斷的 用不一樣的角度去照你的Sample 然後最後要產生出一個高對比的影像 你可以藉由數學模型去運算出來 它原本細微的細節 應該像是怎麼樣子 OK 這邊可以讓大家看一看 往後面的 來吧 我興奮到這個 所以我建立了這個 G the Classic 它有一個透明性 在辦公室 然後我拿到一些綠色 然後我製造這些 这些组织的组织,所有组织已有点像这些组织,我们会把这些组织的织, 我们会有点小时的组织,这些织是有很多织织,我手上的织织,我手上的织织是有点像 我拿到这些织织,我手上的织织,我把我的手上画了,不像我的手上,我手上的织织,我手上有很多的织织。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預測它原本應該長什麼樣子 所以呢你藉由這樣的工廠就可以做出你樣的效果 所以它都是可以預測出來的 OK 好 閉嘴 所以呢我們今天用這樣子的做法 就有人嘗試要在我們的Sample上面呢 我們的Excitation的Pattern就讓它打出來類似這樣子的Word的Pattern 那它前面就有很多的這樣的光炸 然後打出來以後呢 如果你今天只是你的Excitation的亮度是長這個樣子的話 它是可以藉由這樣的光路的設計 所以它最後是可以打出來這樣光炸的設計 OK 那但是呢 你今天讓它的亮度只有這樣子的話 它其實是中間的柵欄的間隔是很大的 因為它這中間慢慢亮 然後這邊又比較不亮 所以它最後的光炸的中間間隔是很大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稍微讓你的Excitation的這個地方的Signal 是Saturate OK 它到Saturate的時候飽和的時候呢 它沒有辦法再增加 但是它這中間的柵欄的地方就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細 這個呢 越細 你今天就可以預測越細微的結構 OK 它的效果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這樣子一個Sample 如果今天是原本的SIM 一般的SIM 它是柵欄這樣子 然後它產生出來的Pattern這樣 可是如果今天是Saturated的SIM呢 它柵欄這樣它可以看到更細微的結構 然後呢 通常來說我們在拍一個Sample的時候 它就有這樣子Excitation的這個Sign 它會拍一個16張左右 現在比較長 然後是Rotate的在拍 這樣拍12個角度 OK 拍完了以後呢 它最後就會用軟體去運算出來 最後就會得到一個 它預測出來的 計算出來應該要原始的 Detail的影像是什麼 這就是SIM的 這一個做法 OK 那這個也是叫大學部的學生Pattern OK 然後拍完了以後呢 你可以看到用SIM的話 一模一樣的Sample 它其實可以看到 這一些小豬豬的細節 OK 然後或是說 這個是一個細胞核 然後呢 這上面的 你如果仔細看這個是核膜 OK Lamin比綠色的地方那個核膜 然後這上面的NPC是核孔 Nucleable Complex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用SIM去拍的話 你可以看到核膜上面的核孔 一個一個 絕對不是這樣模糊連在一起 就可以非常非常的清楚 OK 那SIM的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不用在那邊用 你就是一模一樣的Sample 你不用要特別用什麼PAGFP 或是什麼 或都Switchable的GFP 或是用那個Blinking的Dive 你用任何的Dive 用你原本傳統在用的顯微鏡就可以 它只是多加了一個 它會一直在那邊轉的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excitation的Pattern 它就可以用軟體運算出來 所以你的Sample 基本上不用特別去準備 還不用 一個一個Step 或什麼 又要去配一個Step Laser 或什麼 所以它是最親近 最User Friendly的一個 Super Resolution Microscopy 我可以這樣講 OK 好 那這邊大概有提了一下 就是說傳統的顯微鏡 它XY軸的Resolution 差不多200到300 G軸會更差一點 是500到700 然後它的Phorescence 這些 你用的螢光分子 它是Standard 然後拍照可以很快 0.1秒是一個大概的概念 就拍就拍到 OK 那你Step呢 差不多Resolution 可以到20或30 然後它是需要Photo Stable 不然它的Step Laser 就會讓你的Sample 就 Bleaching掉 OK 那它要 在那邊一直掃 現在掃描可以掃得更快的 不會到60秒 但是還是會稍微花比較久的時間 如果今天是Sing呢 你還是用一模一樣的螢光就可以 你根本不需要特別的螢光 但是呢 它的Resolution可以到100 它的G軸可以到300G 好像沒有好太多 但是總是有一些感性的 OK Pone跟Stone呢 可以到最好的Resolution 因為你這樣放下來 它是十字 你放得超級大的 它是十字 OK 那已經是電腦所理論上的一個中心的點 應該這樣講 所以它的XY跟Z呢 都可以到非常非常小的螢光 可是它就是要用Switchable的Dye 或是這些螢光的這些分子 才可以做到 那它是 它就是要很慢 因為它就要慢慢累積那些十字 所以它就是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剛才有學生提到 如果今天你要拍一個非常動態的 因為細胞一直在那邊動 你絕對沒有辦法用這些 這些技術去Label 因為我在上一秒 你Label我十字 我下一秒已經是另外一個地方 你就永遠追不到我 你的那個十字 都在拍我的殘影 OK 所以呢 如果你這樣拍比較快的sample 用SIM 或是用傳統 顯微鏡是比較好的做法 這個是我希望你們 可以知道為什麼 它有這些限制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未來你在挑 用哪一個顯微鏡的時候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OK 好 那之前呢 我們所提到 怎麼樣去改善你image的sample 有一個做法是什麼 那就去買 花錢啊 去買更好的顯微鏡啊 OK Better microscopy 可是呢 有另外一群人超級聰明 我怎麼樣達到 用一般的顯微鏡 用你們高中生在用的 compound microscopy 就可以得到 Super resolution microscopy 就想辦法讓你的sample變大 對 大家要有更有 跳錯這個框架 所以它就可以讓 你的細胞本來是這樣的 變大 變這麼大 你大概可以看到更多細節 Right 假設你今天變成10公尺 我100公尺這麼大 我大概可以看到更多你的細節 OK 它怎麼做到呢 其實它是用類似一些 尿部裡面的材料 這尿部裡面是什麼 浴水澤法 浴水澤準 它是一個swellable 的polymer 就是說這些化學結構 平常是縮在一起的 可是它碰到水的時候 它會整個撐起來 會腫起來 OK 會這樣撐起來 反正是這樣子 然後加了水油就會腫起來 那這個細胞呢 一般來說 它這個是我們要去觀察的蛋白質 它就是用antibody去抗體 這個細胞先suff 然後fix 然後它固定下來 然後用抗體去標示到 這一些蛋白質 OK 然後這抗體上面是有螢光分子的 好 OK 接下來呢 它在讓那些 可以融 跑到這細胞裡面 跟細胞外面 這些都可以跑進去的那一些 這些尿部的材質呢 這些化學分子呢 放到這個整個泡災 細胞泡在這裡面 讓它整個incubate一些 然後在裡面 形成非常好的這些network 這些連結 然後呢 它在讓那些螢光的分子呢 螢光的分子都是一些化學的燃機 結合到這些網狀的結構上面 不是結合抗體喔 是結合螢光的分子喔 聽得懂嗎 我們的抗體 抗體長什麼樣子 Y 一個Y Yeah 抗體長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LABOR的蛋白質 POLYBER很多不一樣的形狀 你的抗體這個地方 會放一個 會用化學連接 放一個螢光的分子 然後這些POLYMER呢 不是連接這個人 也不是連接這個人 它是 它這些POLYMER是連接這個螢光分子 因為它可以用化學 把它們連接起來 化學的間解 間解完了以後呢 然後呢 它再加熱 或是加一些酵素 把這整個細胞裡面的蛋白質 然後所有的分子都融掉 全部融掉 OK 就整個融掉 剩下什麼 這些POLYMER 跟那些螢光的分子 然後呢 再加水 加水了以後呢 它就整個 開始擴大 你真的看到原本 小小的一個 我們在實驗室裡面說 哇這個脹得好大 超級可愛的 對 真的就整個脹起來 然後脹到 哇 怎麼可以脹那麼大 然後但是你現在脹大的東西呢 這裡面已經沒有細胞了 你現在看到的是 你原本標定的 它應該分布的那個位置 只是它的 彼此之間距離都擴張不開來 所以你就可以 更有機會看到更細緊的東西了 懂我意思嗎 你看到的是那些螢光分 而且它擴大的XYZ呢 只要你做得好的話 它都是線性的擴大 它不會是歪的 只有一邊變大 另外一邊沒 那就失去它意義了 聽得懂嗎 聽得懂齁 OK 我們真的有在實驗室裡面 做過這個 我這輩子沒有看過這麼大的細胞 超級大 哇 本來是這麼小 然後一整個變到這麼大 變五倍大 然後裡面的東西真的看得超級輕 這個技術真的非常厲害 OK 然後同樣一個 example 在expansion之前長這個樣 然後expansion之後呢 它就可以長得 開始看到這些細節 本來這看不懂 然後它就可以看到有好多根 本來這看過去一根 其實它有三根 OK 你今天畫出來一個 測它的那個 intensity 就可以知道它是有三根 然後呢 這個是另外一個 老鼠的腦袋 然後你把它 這邊 expansion之後呢 把它 來拍 你可以配到 這也是neuron cell 然後它旁邊有一些CNAP 那CNAP 有上游的CNAP 跟下游的CNAP 連接的地方 甚至可以看到這些 非常非常小的結構 pre-CNAP跟post-CNAP OK 它們兩個連接在一起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非常的厲害 然後呢 這個是傳統的convocal 然後這step stone 它就是要打臉 其他的super microscopy都不夠好 然後它的乘以十倍 一般來說 一般的expansion是乘以四倍 這個是乘以十倍 它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細節 OK 傳統的是這個四倍 好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什麼技術都有它缺點 第一個 這細胞已經是死了 你都把它融掉 你不可能看到活的 OK 你只是看到 技術上面 理論上面 你只是看到 你所標記的那些螢光分子 你並不是看到它本人 你是先把它照相下來以後 然後把它 把這個影像把它放大 好 另外一個呢 你的image的size 你的data會非常非常大 你今天拍一個細胞 我一般來說 我今天拍一個細胞 拍一張就可以拍完 可是我把它擴大以後 我拍50張 那那個姜恩士老師呢 他今天拍一個古銀的腦袋 他拍好幾百張 好幾千張 才拍一個 那個古銀的 那真的會瘋掉 OK 就是你的整塊sample 已經變得超大一塊 你今天要拍一個人很容易 可是你要拍一個巨人 然後你就只有這麼小的相機 就是這樣一張一張把它拍完 然後再疊起來 所以你的這個image data 就會非常非常大量 OK 這是它的缺點 好 在這邊有問題 沒有齁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 有哪一些應用呢 好 第一個呢 我想要跟各位介紹 這個是什麼 中心體 中心體 centrosome OK 為什麼大家看這個 因為它很小 OK 他們就喜歡看一些以前的 看不到的東西 那中心體呢 中間這兩個桶子叫central 中心力 那它的直徑呢 差不多是250nm OK 然後這個地方呢 中心力 central外面呢 有一些所謂的 paralsentral matrix OK 這邊有一大堵東西 在這個地方 那以往的電子顯微鏡 如果你今天把它傳化下來 然後去看這些整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那個桶子 central 那這外面呢 有很多paralsentral matrix 在這個地方 那他們把它重化出來 可以看到 有一大堆蛋白質 在這個地方 一大堆蛋白質 在那個地方 那傳統他們看過去 在顯微鏡前 就會覺得 那個地方很亂啊 那就是一堆 亂七八糟的東西 全部揉一揉 直接丟在那個地方 Right 但是這裡面 有沒有一些詳細的細節 其實不知道 大家覺得 那就是一堆 亂亂的東西在那個地方 然後含有這些蛋白質 那 那他們呢 有了這個 Super Resolution Microscope 我覺得它是 好 那它有這個 Super Resolution Microscope 它就開始用抗體 一個一個去揉 然後看它長什麼樣子 結果發現說 它們什麼都是一圈一圈的 這個 這個Sentrion 2 是Sentrion的那個marker 所以它只有兩個點 然後它發現說 其他這所有的 剛才提到的 以前知道 會在這個那一坨東西裡面 它都是一圈一圈 一圈一圈的 然後呢 這個 它去量那個圈圈的大小 可以看到 Sentrion的marker CPAP跟Sentrion 2 它差不多是200 因為剛才我講了250 然後其他的分子呢 都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感覺是一層一層的東西 所以它最後畫出來呢 那一些分子呢 除了這兩個管子以外 這些分子是一層一層的東西 OK 最內層是Sentrion 120 然後再外層一點是192 152 然後一直出去 然後這中間貫穿 它的還有一個柱子是PCNT 然後這是它蛋白質N 這蛋白質C端 它為什麼可以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它有抗體 它有兩種PCNT的抗體 一個是認到N端的抗體 一個是認到它C端的抗體 它發現說這一樣的蛋白質N端的抗體 它可以超大一圈 C端的抗體可以超小一圈 所以呢 它理論上應該是這樣子一個 從裡面延伸到外面的一個柱子的樣子 懂嗎 OK 就絕對不是像剛剛那個亂七八 這一坨的東西 它是非常organized的 一層一層的這樣的結構 然後另外一個呢 然後這一個是用Extensio Microscopy 這個Centrio總是由 Centrio是由Microtubule組成的 知道嗎 這上面這個一個一個是Microtubule 然後這個Microtubule呢 你把它放下來看它長這個樣子 是由Belphatubule跟Belphatubule的組成 然後Centrio它是唯一在細胞裡面 是有三個管子連在一起的 它叫做Microtubule triplet OK 但它這邊其實畫錯了 它的這個triplet長這個樣子 它只有一個完整的管子跟三個 三個不完整的管子說 這個是A-tubule 然後B-C應該長這個樣子 它那邊都畫成完整的管子 就不大對 但是不要太要求它 OK 好 所以呢 然後這個東西呢 你把它換下來看長這個樣子 然後它裡面就一顆一顆球 就是L-hotubule 所以L-hotubule裡面呢 它的整個蛋白質的結構 是一個球狀 可是它的C端 這個蛋白質的C端 是有露一個引發出來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 套用在這個地方 在很多它這上面呢 表面上面很多 它的C端是跑出來的 你就把它想像成 這整個東西是有長毛的 它的毛是這個tubule的C端 長出來這個東西 OK 然後呢 在最C端最外面呢 有一個detiracination 這一個東西 是有 可以把這個Y去掉 然後可以用特別的comp 去標示到它 所以在這最外圈的地方呢 會可以用這個detiracination 去標定到它 然後呢 所以它真的去拍照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這是有三個管 三個管 然後有這樣子9加0的結構 你沒機會學過 它站在拍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tubule 這中間的這個地方 tubule的地方 是紫色的 然後外圍的地方 是detiracination 應該是 這邊是PolyE Polygutonation 是這個地方 我想一下 Polygutonation 是這個地方 PolyE是Polygutonation 也是在很外圍的地方 就可以看得到 它是在外圈的 綠色的地方 是Polygutonation 然後紫色的地方 是Tubule 就可以看到這樣子的細節 然後甚至你側面 可以看到 這中間是tubule的地方 而這外面是Polygutonation 甚至呢 這家電子顯微鏡 才可以看到tubule的結構 它今天是可以直接用 螢光顯微鏡看到 這真的超扯的 我看到我就 可能沒感覺 但是我就有起雞皮疙瘩這樣 然後這電子顯微鏡 你可以看到 同樣一個SANFUL 這的確有很多的tubule 在這個地方 直接要腦補一下 對不對 這也有很多的 可是呢 它直接可以用螢光顯微鏡 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構 其他的顯微鏡看過去是這樣 不知道自己在看什麼 OK 它現在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構 所以那個expansion microscope 真的很強 你如果有感興趣的話 嗯 好 沒有 時間是沒辦法太多 但太浪費時間 但 就可以讓你的細胞變超大 OK 好 但是沒有問題 沒有 好 那另外一個呢 我相信陳定老師有提到 Mitochondry 它會不斷進行Fusion跟Fusion 對不對 為什麼它有Fusion跟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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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機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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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什麼的應變嗎 那個 從鎖上的轉換 Mitochondry 要維持到環境 蛤什麼 就是 就維持一定變成沒有 為什麼Fusion 那Fusion 那Fusion好還是Fusion好 呃 這個 很緊張 你這樣沒有決定 那 因為在Internet 你搜到殘量的時候 可以用T-Shine 或是 呃 動作Mitochondria 去運送到 你搜尋 其實都可以 然後 然後 然後Fusion的話 是 它在 原本那個Mitochondria Fusion的話 可以這樣 它的ATP產量可以更多 嗯 所以Fusion可以讓Mitochondria的ATP產量更多 確定嗎 老師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老師沒有這樣 因為就是不知道 我們只有整天看到它整天在那邊很忙 一直在Fusion Fission 可是我不知道它在幹嘛 然後Fusion比較好還是Fission比較好 不知道 但是他們絕對不能夠Fusion跟不Fission 對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這個人給它加的定義都這樣 你今天如果做一個人類的正常的細胞 跟癌症的細胞 你會覺得癌症的細胞裡面 發生所有的事情都是壞的 正常的細胞 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 然後 如果這個時候你在癌症的細胞裡面 發生Fusion比較多 Fusion是不好的 然後你就會給它這樣的解釋 如果你今天發現癌症的細胞裡面 Fission是比較多的 Fission是不好的 結果發現說 幾十年來也覺得 有些人說 那個壞 比較不健康的細胞裡面 有些人是Fusion多 有些人是Fission多 最後就是說 它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不能Fusion太多 也不能Fission太多 反正總有話講 那我可以跟各位講 就是下面有什麼問題 Yeah OK 好 那 那為什麼我們要看這個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我們還是 他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一直在那邊用Fusion跟Fission 對 那個Gable 我不知道在幹嘛 OK 那 我覺得是維持它一個動態 我現在在另走 對 好 那他怎麼樣 但是呢 他怎麼樣進行這個Fusion跟Fission 其實是很多人在研究 比如說一個Myoconture 他怎麼樣Fission呢 其實他發現說 這個ER ER 遍覆在細胞裡面到處都是 整個細胞子全部都是他 如果先去染染ER的話 到處都是他 他發現說他會這樣圍繞著他 然後會具體很多的 幫助他Fission的這些分子 在這個地方他把他掐開了 這個Fission 就斷成兩半 但是傳統顯示器是 這個紫色的是Myoconture 綠色的是ER 就我不知道自己能看什麼 就很不清楚 OK 那今天呢 他用SIM 這個地方是用SIM OK 對 然後呢 他就可以拍兩個 這個綠色的是Myoconture 紫色的是ER OK 你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他會很多 比如說這個地方是Fission的地方 他就會發生在有網子的地方 他才會比較多是Fission 他就比較容易在那個地方斷掉 算好慢 OK 所以呢他Fission然後比較多 發生在有ER的地方 然後比較少發生在沒有ER的地方 OK 在下一張圖可能可以更明顯一點 上面這個呢 是Fission的地方 你看這個地方 斷掉 OK 然後這個地方是Fusion在一起 然後同時Fusion跟Fission都喜歡 比較喜歡在有ER的地方 他就可以 因為他SIM可以怎麼樣 拍得又清楚拍得又快 好 所以這麼動態的兩個Organate 包氣 他才可以有辦法 同時間看到這些現象 OK 好 然後這個呢 如果已經有ER Myoconture Contact的地方 他的Fusion呢 就會比較快一點 差不多需要30%秒 如果今天沒有ER 跟Myoconture的Contact的話呢 他就會這樣一直黏著 一直黏著 他最後還是會Fusion 腫起來嗎 但是他就要花 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OK 所以ER的商號在那個地方 我們 我現在覺得 其實我們 後來的時間是有做一些東西 我覺得不是ER做了很多事情 而是 Myoconture 在那個地方做很多事情 對 有機會在那裡面這樣 好 那這個呢 現在已經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個Synac 裡面的結構 裡面有很多Besicle OK 然後這裡面滿滿的蛋白質 就有密集恐懼症 在裡面看到會浮流 所以我可以先給各位提到 這個Synac的手裡面 刻本上面沒花 但是裡面其實非常非常擁持 OK 然後這裡面 他已經發現有很多很多蛋白質 然後因為這些影像 所以他就可以弄出來 這樣子一個 立體的示意圖 他真的在細胞裡面 是滿滿的這些東西的 OK 然後這個是MicroCubic 感覺是一堆 我很想把它拔掉的粉刺 有沒有 像不像某個人的鼻頭 廟鼻貼來一下 可能像實章 對 然後這裡面有很多Besicle 所以其實是滿滿的 那大家慢慢有概念 我希望我可以 帶著大家慢慢開始有 真實的細胞裡面的感覺 而不是還停留在那個卡通圖 那個空空的那個時候這樣 OK OK 好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很快的 summarize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光 它會有這個 因為光繞色圓 會有這個 every disk 然後如果今天很靠近 最小 最小它可以分辨這個距離 我們叫它的 就是它的輪圖圈 然後它第一個 這個光的波長 屬於就是NA NA是跟你的鏡頭是有關係的 OK 然後呢 如果今天比較光學顯示鏡跟電子顯微鏡 第一個它的電子顯微鏡的波長短 非常多 OK 那它resuric硬實可以比較好 但是它只有單色的 然後它是沒有辦法去拍活細胞的 可是光學顯示鏡它是波長比較長 原resuric沒有那麼好 但它可以拍 multiple color 那它也可以拍活的細胞 然後呢 今天提到這個 這一些stem呢 它就需要 因為它不斷的需要打這個stem的laser 所以它比較photo-stable的porescence 才可以讓它可以拍得走一點 OK 那resuric呢 則是用這個400跟488的光環 讓它這個switchable的GFP呢 讓它可以去讓只有中間這個地方亮 然後其他地方就暗掉 然後可以達到這個resuric的效果 Pone跟stem呢 基本上都是靠這種single particle image的方式 去把這個細節的這些結構所標列出來 那它一個是要用photo-activated photo-stable的photo-stable的photo-stable OK activate起來還有標定 然後在bleaching 不斷的這樣一直cycle 或是說別人是用這個stem 就是用bleaching的這些phoroescence的dive 自己讓它不斷的一直在亮亮 最後它就可以mark出來 這樣子一個結構 但是呢 因為你要一次只能夠定義一些地方 所以你要慢慢的累積這些 足夠的single就是要花一段時間 所以它比較不適合去攀活的 或者是非常動態的這些結構 OK 這些還有機會克服 那sing是最好可以去拍的 因為它基本上它就在那邊轉 一直在那邊轉 轉這個東西 然後它你可以事後再用軟體去計算它 它有沒有這個 你就先把它拍下來 OK 存下來這些影像以後 你再用軟體去計算出來 會有沒有長什麼樣子 OK 然後expansion microscopy呢 就是只能夠用在死的細胞 但是你可以用傳統的顯微鏡去把它拍出來 好 好啦 好 那請大家現在在會團最後一段時間 拿出你的手 請 我沒按到我嗎 就我沒事 老師你沒有助教嗎 蛤 沒有助教嗎 我有助教但是我習慣不用浪費彼此的時間 я 你 給我 我 我 給你 我 真是 我 我 你 暱稱 俗頭是什麼東西 欸那鞋也有 我也有一點創意 這怎麼跟得上十次 對不對 來個唯英雄 好了嗎 四十三 哇笑笑 這個幸福就已經被架走了 你知道嗎 我也在賣蜜蜂是不是 賣蜂蜜是不是 有青年中嗎 我們有把蜜蜂蜂 我覺得我已經很常在看你們 好了嗎 還沒 欸我手機打出 喔那後面你還在想 密稱是什麼 那你這樣一跳出來 我就知道是你的 喔來這種 好了嗎 那我們 美國前總統有沒有來 大美 是你嗎 OK啦 在咩 我 好開始囉 開始囉 嗯 好只有五題 OK OK 好小聲 什麼東西只能夠用電子相機拍得到 或是Super 好小聲 而且快慢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快大 對 好 好 是Nucle Core Complex OK 因為它只有一百塊神內到過去 好 那個餓 哇你要用肉眼就可以看了 那兩個真的是 我相信你們是按錯耶 好嗎 好下一題喔 好 好 準備囉 好 準備囉 好 好準備囉 什麼東西可以用來看火器爆一下 什麼東西可以用來看火器爆一下 什麼東西不可以用來看火器爆一下 好 好 有39個人沒有被我騙到 我 我講話一說 為什麼我這麼多打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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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題囉 對不起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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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希望這個八加九加五 都是我害的 謝謝 謝謝 好 都是那種按很快的 沒有沒有 先這樣這樣 我錯了 好 先考完 等一下再發 機會 喔 請問一件超酷了 你不下去了 你不騙了 我不要翻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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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太緊張了 你不得翻譯了 好 我跟你講 我考試一下考這些概念 我們不想配你的東西 我希望你們都是用理解這個東西 然後 哪一天 哪一天 你真的 知道有那個東西在那邊啦 不要配 哪一天你想到這個東西 你再回去看書 不然你要知道 那邊有那個東西在哪裡 最後一題 酷啊 那个小老鼠 这个很难哦 四百跟四八八 第三名 一个小老鼠被干掉 OK 好等一下这三个人请来自己写 我只告诉我你是第几名吗 可以偷偷的混在问问题的学生里面 好下课 呃